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9月23日 土耳其躲铺在即 周五凌晨 欧国联继续进行 联赛C组的A组中 土耳其将面对卢森堡的挑战 前者在分组赛中四战全胜 攻入14球并且一球不失 实力碾压全组 土耳其此番再次取胜毫无难度 欧国联再次开播 各支球队也来到了出现的关键阶段 而联赛C组的A组中 四战全胜的土耳其 显然是占据极大优势 同组中所有球队均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立陶宛和法罗琴岛这种弱旅 更是被土耳其大吵 而他们此前面对卢森堡的比赛中 土耳其也以二球完胜对手 分组赛前四轮 土耳其狂入14球 而且一球不失 其中效力于费伦八致的沙达杜辛 在分组赛中攻入了五球 包括上次面对卢森堡时的锁定胜局入波 虽然土耳其此前弱点是客战成绩不佳 但经过此前分组赛后已经重新建立起信心 此番再次面对弱旅卢森堡 土耳其有望复制胜利 除了土耳其外 卢森堡是该组实力最强的队伍 他们以二胜意和一副战绩位列第二 不过他们实力并没有超出法罗群岛和立陶宛多少 尤其是上仗面对法罗群岛时都无法全取三分 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失二球 被追成2比2 卢森堡队内没有几个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 班底也并非特别出众 导致了球队在比赛中领先后控场力度不足 如今面对该组最强的土耳其 卢森堡遭遇败仗在所难免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